快篩站设在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 进出车站的民众只要有一律都能停下来做裁检 除此之外 29号起出了仁爱区火车站 同时在信义区校中里 中正区旧公车修理厂 市民广场 以及中山区 安乐区 暖暖区和七堵区 又在增加社区筛检站 追加增设筛检站就是为了尽速查出社区感染源头 28号公布的10名个案 光是二姓中学又在增加6名学生 另外还有两名远警 如今又出现连环报 一波接着一波 28号晚间又有一名分局长和一名科长裁检阳性 截至目前 金融市警察局累计12诊展役 这一名分局长非常有可能是在参幅 已经喝醉了这一名侦察队小队长回办公室休息 办公室休息的时候 因为有近距离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接触 所以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去染疫的 好 那我们现在对金融市警察局 我们是要求他们这前三 除了那天PCR阴性之外 然后每天都要做快塞 连续要做三天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 不要任意的移动 因为现在的茶盒未变得比较强 所幸目前阳性个案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但感染源阻绝还是得积极进行 台新闻 萧志杰 许英豪 李明华 台北 基隆报道